由國慶籌備會主委游錫寬及桃園市長鄭文燦帶領 揭開今年國慶晚會亮點 十月九號的國慶晚會就選在桃園陽光劇場 民眾搭乘機場捷運到領航站就可以抵達 現場也是自由入場 那目前旁邊在蓋的還有 我們的原住民文創中心即將完成 另外原住民電視台 也是在興建中也在這個園區裡面 所以這個可以表現 這個台灣在多元文化的保存上的一些努力 不只場地選擇凸顯台灣多元文化 當天晚會也將由原住民族舞蹈開場 跟邀請到舒敏恩 九一一 許富凱等歌手 在當天你會準備什麼樣的一個菜色給大家 菜色 我講一個跟我們桃園有關係的一個訊息好不好 鳳飛飛小姐 誰不認識 不認識的舉手 你他們也應該舉手 不認識 我那天也會帶來他的好聽的歌曲 好聽歌曲聽不完 另外憑桃園市民卡參與還可以參加抽獎活動 當中就包括電動車 棒球比賽門票 以及離島機票 另外林務局也在10月8號到10號國慶連假 開放阿里山等森林遊樂區入園半價優惠 一同參與國慶盛事 原市新聞RX許家榮 桃園大園採訪報導 好看 好看